今天简短来教大家空对空与雷达的基础操作,以及如何切换不同搜索的模式。 首先我们先把武器保险打开。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今天需要使用到的按键设定。 第一个使用的是Castle Switch Left,也就是将主要控制选择在左边的MFD,Castle Switch Right则是右边。 如果你个人习惯把雷达放在右边就选择Right。 把画面放久一点让大家看得更仔细。 再来是Auto Acquisition Switch Aft,Forward,Press,Press就是雷达解锁按钮。 锁定按钮是DTC Switch Press,Aft与Forward是切换雷达搜索模式的按钮。 Weapon Release是武器释放按钮。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空对空对战。 按下Castle Switch Left Data游标会从虚线转位实现,这时就代表选上左边MFD了。 这个是雷达频率,如果有飞过F15C的可能会比较清楚,高频率主要扫描正对你且距离较远的目标,低频率则是被对你且距离较远的目标。 混合频率被对与正对都可以只是扫描范围相对较小。 这时候,我们直接点击DTC Switch Press锁定按钮。 再长按Auto Acquisition Switch Forward大于1秒,就可以直接切换到2HDT模式。 接着短按小于1秒就能切换到3HDT模式。 再短按则是切换到4TWS模式。 如果想再切换回2HDT就长按。 想切换到2TWS直接把雷达游标往最旁边移动就可以。 而最后一个则是Narrow模式。 直接把雷达游标移动到显示雷达模式的位置。 按下DTC Switch Press锁定按钮就可以切换。 这个模式下扫描范围只有15度。 且雷达的高度涵盖范围更广来到6BAR。 适合用于已经知道敌机的准确位置与距离较远的目标使用。 接下来是抵我识别按钮。 Cooley Switch Left长按就可以进行抵我识别。 如果是有机就会显示圆形。 如果没有反应就是敌机,Cooley Switch Right则是锁定后识别飞机型号。 我识别操原则是锁定后识别吗? In mange Looks政治里经文是锁定后识不要操控。 这13号字的看到车有 previous trial。 几个人而已多。 这 Avenison芋体领准衅蒸很多。 我觉得很重要。 这 Uma Corner score是往前的au与要前十分钟。 这个写手不 kilogram是从ar手并而是正存在车比率的走火线头。 直接说也是前子� מא�ت上的小型。 这时候,我们按下敌我识别,等个一到两秒后,锁定中的飞机没有闪烁圆形图案就代表是敌机,没有锁定但有扫描到的队友会直接显示成实心的圆形,没有扫描到的队友则是空心的圆形,确认是敌机后就可以直接开火了。 接下来直接按下Auto Acquisition Switch F,就能直接切换成STT锁定,再按一下就是切换回原本的模式,在STT下雷达的边缘会更广,可以保持更大的角度Cranking,对于甩开敌方飞弹有很大的帮助。 右边的MFD则是我的RWR,那个菱形朝我靠近的就是飞弹。F-15E的RWR显示得非常清楚,只要看着RWR,并且做好防御动作,就能稳稳地甩开敌方飞弹。 飞弹防御在我前几期影片有详细教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前几期的飞弹防御的影片。 成功甩开飞弹并及落敌机。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张图,主要是说明2TWS,4TWS,Narrow,3HDT,2HDT,2TWS扫描范围60度高度范围2,Bar,4TWS扫描范围30度高度范围4,Bar,Narrow扫描范围15度高度范围6, Bar,3HDT扫描范围30度高度范围3,Bar,2HDT扫描范围30度高度范围2,Bar,使用哪种模式搜寻就取决于当下的战场情况以及个人习惯。 目前版本F-15E的雷达经过测试后发现,对于开启ECM的目标几乎无解,且自身也还没有ECM。 在多对多PVP伺服器中大家几乎都会使用ECM,所以目前不适合去打PVP伺服器。 会非常难打。 下一期影片会介绍空对空近距离的扫描模式。 本期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下喜欢与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